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得到耶和华的赐福和他的月纳 诗篇119篇33-72节所描述的可有带出三个清晰的道向 第一个道向是讲到诗人对耶和华强烈的狠求 33-40节这个小段带出一个很明显的诉求 就是诗人狠求耶和华的帮助 在中文日本里面 这个小段每一节都带有求你这个诉求 在白鲁言文里面 这8节经文里面有7个未领识狠求的动词 诗人的盼望不单是提出生命里面 要拥有神律例和法道的重要性 而且是需要在生活上将它们能够彰显出来 在诗篇119篇其余的21个小段的当中 诗人再没有这样流露到那么多的狠求 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在这个小段里面 对耶和华的律例的喜爱和追求 是带着一种 如果我没有就不能够再去这个强烈何求 又我们看看诗人在这个小段里面 对神律例的8个狠求 在33节求你指教我 34节求你指我误性 35节求你叫我遵行 36节求你使我心转向 37节求你叫我转眼 38节求你向仆人坚定 39节求你使羞辱远离我 40节求你使我活在公义内 当然在今天的乐享圣言里面 旗下的经文41节到72节 仍然有6次提出这个诉求 求你 我们要自问自醒 在神的实践 神的话语当时 我对神的律例 有没有追求的特质和喜爱呢 我都要问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更加主动 学习追求神的律例呢 第二点 我们思想就是诗人对耶和华 律法学无的认讯 有了一个强烈追求神话语的心 便应付于一个认真的实践 诗人在这里很积极地 讲出一个认讯的演绎 就是一种我必的行动 流出诗人认定对神律例行动的 直接回应 例如33到34节 56节和69节里面所说的 我遵守 是指出一个忠诚的守护 好像看守城墙的失望者一样 43节和49节 我仰望 讲到就是尝试指出 生活中一种因尊注耶和华 而产生的盼望 45节 我考究 子女是讲出一个追求应用智慧的实践 47节到48节 这里讲的就是我所爱的 是一个发自内心向神的爱慕 49节 52节 59节 这里讲到就是我纪念 是基于以往的经历 特别讲到就是耶和华 和人纳约的经验 而产生的回忆 在这里我们可以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诗人一个积极的认讯 并且是实践耶和华的律例呢 或者我们会问 在实践神的教导当中的时候 我们哪方面更加可以认真地去学习呢 第三点 我们思想诗人认定神分词 和律法实践上的果效 从以色埃书55章11节 这个教导 我们明白耶和华口所出的话语 是不会徒然的反悔 一定会成就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达到神所说的目标 诗人同一样 去认定神的分词和法度 是有大有果效的 我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提到的 法律实践上的果效 在35节所喜悦的 这个喜悦是一个浸淫在神话语当中的享受 38节 坚定 这个坚定不单是一个巩固或者是刚强的动作 是价格带有一种肯定的意识 46节 不自羞愧 坚守和全阳神的法度的 是不会怕被排斥 甚至怕被羞辱 49节 是有盼望的 是依靠神应许的话 我们就得到盼望 50节和52节 是得安慰 从神纳约的应许 亲身经历的神的应许的帮助 我们就能够明白到 神信实的慈爱的属性 而得到安慰 58节 蒙年文 这里所指出的 就是神话语应许的恩典 就是将我们在敌人 或者在罪当中拯救过来 72节 有益 这里所指的希伯来的原文 就是好或者美善 指出神话语 比任何东西都贵重 是不可以比较 或者是相提并论 在这里我们就要反思 究竟神的分词 和他的法度 在我们生活当中 如何去彰显出来呢 我们跟神的法度 和他的分话 有经历有多深呢 我们跟低头忌讨 慈必起天父 求你教导我们 如何去尊主为大 让我们能够明白 神律法 当中的好处 让我们能够 紧守你的法则 遵守你的华语 根据你的明智 借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顺服你的典章 而得以彰显 奉主耶稣基督明祈求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